Live对战马入的第三场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波三开始 这边有时候在问呢 小色今天怎么不解说快感少一半 他靠小色来增加快感 这个作为也是蛮明显的 跟你们说不是小色不想来 他很想来的 他一直在研究Live 今天想吹一下 我被老板拉走了 关键是我和Live有缘 上次Live来的时候 不是刚好我也上了 Live在召唤我 有我他比较安心 是这样的 对 我已经感觉到了 马如这个表情好像很不爽的样子 不爽有什么用 找个人组解说来 好地图是暴雨 我们看一下出身点位 上方10点钟位置黄色的人组 是来自于GNL战队的马如 下方5点钟红色的重组 是来自于Startail战队的Live 两个人都改了颜色 不是基本上来说不改颜色 这个Live在干嘛 我已经刚才偷农民失败了 你觉得呢 好像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还没有点下农民就把期框取消了 取消一次期框大概是 4块钱吧 不止 不止 7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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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两次是8块 15块钱 15块钱 然后农民没惨活 20块钱 20块钱没了 一半个农民没了 对手是一个死神开局 这Live这盘看起来是准备了磨双 上场他开局其实确实是可以的 这图是能打的 其实这个图啊 野兵的概率蛮高的 就野在 以前都是野在基地下面的 野一百种地方 一百种地方 这个图是不是有一百种野兵营的方法 只要 只要你想藏 只要人族想野 什么地图都是能够野的出来的 就这个图神度也是野兵营也有很多位置可以选 神度啊 就有很多技巧 有什么推荐 我可以野在这个四框的位置 对吧 我可以野在这个中立岩石这边的位置 我可以野在你三框附近的位置 就很多选择 中立岩石现在好像还没有开发出来 大家都不太 有的有的 你因为你不太打神族 神族内战经常野那个位置 就那个位置 野兵营都野兵营 他走过来感觉好像有点远 是有点远 但你不会发现 这样的 这现在为了保证狗的成功率 越演越好 那也不完全是 只要是不会发现 你有时候会大意 主要是神族探路 应该不会探那个位置 对 好 死神已经出来了 你想小hear被搞了一万次 就是不探路 我探 探什么探 再搞我 双死神 这种人是不是有一种强迫症 我这次运气不好 下次运气还不好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就觉得可能探了也没用吧 这狗哥你再狗我 我去找人买你手脚吃 哎呦 哎 一个 打一个农民 我觉得冲突就很不爽了 尤其是在出了六条狗的情况下 打了一个农民 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冲突都不能接受 就是一种 这六条狗简直就是摆 是 连福星想早知道我绕了那狗就都拉倒了 就是了 关键现在韩国人这个细节稍微好一点 马入也真是稳的 直接把2GD开到上面 过去上场被绕狗绕的有点虚 搞的有点难受 这个我们看见两边选手都是在比赛中不断的调整自己 韩国选手可怕之处 他们的在比赛中的一些变化 让你很难针对 今天这个小伙子想要这个战术 想要这个方法 我可以针对一下 对 好像马入本来自己打法就多变 灵活 嗯 经常方方大招 三个死神过来蹭女王的血 哎呦 真烦 这种蹭血主要就是掩护灯火火车 嗯烧女王的时候就是女王完全站不住场 是的 死神 哎呦 这个好像就不是为了呆缓了 这好像就为了眼下了 各种杀农民打狗 两个农民六条狗 大家记得啊 在他这种死神不停的动啊动的同时 他家里面运营是没停的 三基地都已经下去了 这光甩这个死神 我相信这个没什么难度的 也不能说没难度 难度不是特别大 硬呐这些一些业余很多业余选手可能都可以做到 但是后面就是发展 哎他怎么又取消了 刚刚说完 退了都不知道什么 是飞机长吗 有可能 看样子是飞机长 真的很难 就后面运营就是没什么问题 什么都是放好了 原住又有三基地 整个人口会飙升飙得很快 看他把钱存下来 先升了兴奋器 哎呦 生化部队 并没有去立刻的赌兵或者下重弓 这是什么想法呢 他这个想法吧 就是上一盘生化部队能打 先打打看好了 不行我再使出机械化 或者半机械化 他这么追求兴奋器的进度 到现在连B1都没放不升攻防 我看他这个样子 要打中期一波 就是一波两运输机的一个潜压 对我看他这个样子 好家里面签误学已经做好了 很小心 有可能他刚才把 就是机场取消掉 就是为了那个的进度 就为了兴奋器 应该咬不穿吧 应该 别打脸 咬不穿 又损失了不少 关键这个死神还往上跳 怎么办 你这狗在外面对不对 对 那我当然需要往上晃一晃了 有什么便宜战士了 他跳上去看应该是看一下对手二本进度 我发现对手没有二本 Live现在选择的是先攻防 Live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已经亏身码了 他现在最大问题就是 你看他这个二本进度 9分钟不到升到二本 这个太慢了 一般正常运营的话 你怎么这8分钟升二本 已经是在双升攻防的情况下 8分到8分半钟升二本 已经属于很慢的 他这快9分钟才升 非常非常慢 被搞了 真没办 说明他前提是吃了比较大的亏 吃哑巴亏 他没有办法去申诉 现在马入待好的话 这一波 看起来是没有地雷的 他想先用虫枪兵去操作一下吧 关键是他的火车和死神都没死 保留的很好 这样的话第一波压制 从中间小到这边过来 我觉得Live可能没什么想法 只能靠绕路换家了 只能靠绕路 他除非这个时候打出神绕路啊 否则的话整个局面的被动是不可逆的 有点难 真有点难 关键是马入这种反应 这不会给你太多机会的 你想绕二GD很难很难 话不要说满 现在先说满没关系的 他狗快死光了 三GD可以绕一绕的 这是真的 好来了 来了 赶快打中立验尸 池哥你戳得有点慢 赶紧赶紧赶紧 这好像戳不掉啊 赶来不及 落实际 中间这条小到 中间这条小到真是经典的一个位置 这个小到真的是 也算炸到点东西 他刚才是不是用毒宝炸岩石啊 我好像看到 我靠真用毒宝炸岩石啊 可能是顺便建设到的吧 没没没没 它是少点的 谁把岩石炸了 对 现在少一条 祸坏 哎 稍微有点卡 哎 要么我们 调一调 调一调 调一调吧 我们来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换一条线啊 嗯 呃 我要么我们去看一下推出轻易吧 换个 换个方法 我们要与时机进 没办法 因为这个 有点不靠谈 看之前 论坛上面好像预测都是马入营 真的吗 对 他们觉得 live连配价都打不过 起起开啊 他们他们是这个 判断是几几开啊 判断的话 倒没有写几几几开 就是很多人都是倾向马入这边 打不过推甲他们觉得 很那个吗 很弱吗 对呀 他们觉得马入比推甲强嘛 那未必 就正正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 差不多 但是就是 马入可能战术更多一点 我感觉 好 我们来切回来看啊 这个流稍微模糊一点 大家先看一看 关键是那个 推甲那一次嘛 二十几个毒豹送掉了呀 不然的话怎么会出这么惨呢 好 直接是选择大规模空投老家 带火车侠 这个没有毒豹救的话很困难 两个毒豹混入人群 炸了火车侠 这炸什么了 炸了火车墙 打下来应该还是重复亏的 亏 亏了 但是还凑合吧 第二个BF下去了 E blows up more Bainlings in 又卡了 今天就网速什么情况呢 周我周啊 没想到小色礼拜三做了一下 礼拜五 这个也还在延续这样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们前段时间播好像还可以 今天连TwitchTV都卡了 最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真是伤心 重点的时候没有了 这又要去靠判断 这条线连不上啊 换线呗 怎么办呢 往日本 日本最近没什么事情发生 应该还是蛮空的 不不 其实主要看 其实电信连日本不是很宽 哎呀 有点难啊 哎呀 这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这万一要是马入得冠了 到时候有借口说人族还是猛 不用不用加强了 你们这个是不心态 现在本来已经想办法要改了 你们这样弄一个冠军出来 还没有夺冠好吗 现在才八进四 不要急啊 这么多人都想着他夺冠 哪有那么容易啊 八进四的两道坎好吗 一个一个打live 本来就一道坎 下一道坎 有可能是输了 或者parting 有你那是一个大坎 最后还要打决赛 这很难的好吗 这个高考作文可以写一下 跨过了parting 剩下的 那个两个都不好打 哎呀 呼声马了 你打完了 搞毛线啊 我估计live输了 我也感觉 他如果这手这手打完他估计live输了 就被投死 可能那个14050人口顶的时候他已经坚持不住 对的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马入的 他整个推进了他改了一下那个运营节奏 先升兴奋剂 直接应该是把live给压死 对 这边网络也实在是没办法 今天 就感觉卡 小周末没办法 代理也不给意境 马下课都卡 啊 live输的话 接下来就不好打 下一张不知道什么图 安特奇姆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波舞 如果是岩 岩寿的话就不好打 快捣动了 岩寿 岩寿可能就不好打 你说就很难打了 按马入今天这个准备 这样说 看一下 看这样行不行 凑合能看就行了 没得亮 我看这样行不行 好 哦 給利亞 這怎麼辦 完全沒流量 不行 這邊好像代理還是不給利 那給我們一點時間調適吧 稍微耐心一下吧 可能剛第四場剛開始吧 大家不要急 裸連 根本連不上去 怎麼突然就沒救了 中國電信太不靠譜了 國際新民網還沒搞好 搞了兩個禮拜 不止 看一下吧